孙安佐恐入狱无缘仪仗出面爆料,曾被枪只有爸爸没有妈妈感叹外甥,一切都变了。 狄英和孙鹏的儿子,在美国就读高中的孙安佐,原本已经申请上大学,熟了日前却传出,在校园扬言扫射同学,被警方逮捕。 美国警方认为,他房间拥有多样军事用品,还有罕见的脚手装置,恐怖攻击应非玩笑话,目前将他拘禁,并将宋王精神鉴定,除了让父母着急跑到美国救援,二阿姨迪梅也在媒体前声泪俱下的,希望外甥能够没事,结果撩倒自己儿子的时候却。 据苹果日报报道,迪梅日前谈到在美国念书的外甥遭警方逮捕,表示自己从小看着孙安佐长大,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情,不过他话锋一转,突然提到自己也在美国念书的儿子,今年26岁的他正在俄海俄州学医学,不过被问到爸爸是谁的时候,他却坚称忘记了, 结果孩子的爸不久后竟然跳出来承认了,目前未婚的61岁演员喜翔,出道多年拍过多部戏剧作品,还曾夺得金周奖迷你剧集男配绝奖,虽然没有结婚,但外界却先少知道,他其实有一个儿子,日前他看到前女友的喊话后,立刻跳出承认,自己就是孩子的爸。 据苹果日报报道,迪梅和喜翔的儿子班杰宁曾担任过迪英和孙鹏的花童,外甥孙安佐出生时他也看过,看到这次西门后,他想关心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,只表示如果真的关进去,出来之后一切都会改变,监狱里就是个黑暗的。 不过他也说,出饭在美国绝对会给第一次自新的机会,没有暗地,也不是前科累累,交换留学生对某方面不是很懂,能够给他机会是最好的,18岁还是年轻啊。 至于自己的儿子 他也透露 他说儿子现在在美国念到医学博士,目前专攻药物,病理学研究,年薪高达新台币585万元,已经在去年和意大利女友结婚。 虽然外表看似光鲜亮丽,但他表示,其实儿子小时候曾经埋怨,为什么要跟迪没分手,害我只有爸爸,没有妈妈,直到儿子第一次个性不和和女友分手,他才唯唯说出原因,爸爸也是跟妈妈不和。 才让儿子放下心中的结。 对于孙安佐的遗仗曝光,大家怎么看呢? K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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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